7月10日 有一种较云南的生活跟着微短剧去香格里拉 狄庆州微短剧创作大赛在水运苏州盛大启动 狄庆州政协副主席 狄庆微短剧大赛工作组组长陈俊明 和同城旅行副总裁白志伟出席并致辞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令人瞩目的十大狄庆出片区景的 滇津四侯国家公园 虎跳峡景区 梅里雪山景区 白水台景区 普达错景区 香巴拉十轮坛城景区 巴拉格宗景区 哈巴雪山 松赞林景区 阿布吉措 每一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貌都魅力无穷 狄庆州广播电视台台长杨秋霞 详细介绍了大赛的规则和相关安排 鼓励创作者们深入挖掘狄庆州的独特魅力 以创新的视角和精彩的叙事展现这片土地的故事 随后 双方还进行了微短剧战略合作签约 狄庆州微短剧加文旅 正式迈入进行时 通过开展世界的香格里拉微短剧大赛 狄庆将持续锚定世界的香格里拉总体目标 打造自然生态旅游和文化生态旅游双高地 让更多人走进云南雪域高原 体验有一种较云南的生活 感受孕育出多彩 和谐 共融民族文化的壮美自然风光 不断提升世界的香格里拉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以微短剧引流赋能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将世界的香格里拉 以微短剧的方式展示给世界 感谢观看